雙蓮之瞬 我想大家應該都不陌生 這一季 一堆雙蓮COC 滿大街的螢幕震動 我也想玩 可是我這眼睛 屬實承受不住這樣子的閃閃閃 直到有一天晚上 我無意間把雙蓮之瞬串錯串到圖騰上 沒錯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30球圖騰雙蓮之瞬 這是我自己構築的一個流派 不過我都叫他30球掃地機器人 在人山人海的國際服 也僅僅只有5名玩家在使用 而且他們都是聖宗 而我則選擇秘術師來玩這個流派 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我可以用較短的路徑 來獲得我所需要的天賦點 加一的歪詛咒與降抗可以大幅降低怪的抗性 配合穿抗來提升傷害 所以我選擇秘術師 那天賦和寶石串聯的話就不多做介紹 主要圍繞在暴擊加成與釋放速度和球類增傷為主 所以蠻簡單的 比較重要的部分我會在影片中額外說明 底下說明欄有放低配版的試算表 賣場連結都幫各位設定好了 讓想玩的玩家也能擁有一台酷酷的掃地機器人 傳奇裝的部分我選擇這季最熱門的球球事件套 分別為瑞勒蓋取的擊躁 潛人魔棒 極醒之章 輪迴盾牌 可以讓你穩穩的拿球與多加三顆爆球 和獲得同等數量的狂怒球來增加施放速度 頭盔選擇殺鋪面殺可以輕鬆的達成百爆 至於能否瓦出加一爆球就看你的荷包夠不夠深 手套找有破裂冰環增傷的這條 用精髓做出你要的前綴 然後保前引力是一骰出我們需要的專注時獲得施放速度 前綴的話就看個人的喜好 點傷或生命都是不錯的選擇 腰帶的部分如果沒有魔血 那就找冥河腰帶 補血補抗 還可以插一顆免疫腐化之血的珠寶 再來是戒指 因為一定會缺火抗跟電抗 可以找雙玉戒指 再用爆擊加成的精髓骰出施放速度 剩下的詞綴就看當下的你缺什麼 再另外製作就可以了 另外一顆選卡蘭德之處 彩力充足的話也可以去複製一顆 加一球的戒指 這邊我是找蛋蛋複製的 他們團隊有很多橫頂橫頂的裝備 連結我會放在底下 有興趣的話再自行前往 星團我選擇兩代中 巨型12天賦是拿來補能力值的 冰冷元素法術的基底都可以 巨型8天賦星團選擇冰冷詞綴 主要洗出浮血增加抗性穿透 另外一個選毀滅擴散或是多靈之星 兩個折一 中型星團選擇圖騰 洗出先祖迴響來增加10%的施放速度 另外一個洗出先祖啟發來觸發祕能波動 增加傷害和施放速度 傳奇珠寶的部分選擇風暴龍罩 配上免疫感電的藥劑來滿足免疫三元素 霸戰遭猛攻爭議 恐怖平衡可以選擇衰弱增加暴擊加成 看守之眼挑被狂熱影響時暴擊穿透抗性及施放速度 資金不足的話就選施放速度 對碰我選擇毀滅之星 但這並不是最重要的 所以就斟酌一下自己的財力 激進的信仰 選被神主感化 拿關鍵天賦內關信念 來讓球類增傷 最後神感放在貴族右邊珠寶洞 拿生命施放速度 跟法術傷害 技能保持的話最主要就是一定要放雙爆 串上寒冰刺骨和無邊異能來觸發冰環地面 這樣才能拿到冰環相關的增傷 新神華咒語則全部選擇暴擊球獲得暴擊加成 另外一條詞就看自身財力去做補強 建議另外一條可以選擇補抗 雖然有了魔血不過綁定的裝備並沒有補足太多的火電抗 所以彩力足夠的話可以優先的去選擇這條咒語 那這機體適合打什麼呢 這機體當初設計其實是來耍寶用的 不知不覺它就變成可以打王戰循環 可以打聖索 甚至可以攻略部分的UberBoss 那其實刷起來最有趣的其實是凋落 只需要圖騰丟著它就會一路掃過去 這就是這個流派掃地機器人的由來 打花園跟炸焚也是一樣很輕鬆 這畫面就有點像你請了一個閃打人幫你打怪 你在旁邊納涼的感覺 最後總結一下這流派 我有很多裝備都是自己打自己挖的 所以我實際的花費大約三進 總價值我也沒有特別去算 目測大約再多給一兩進 不過想玩的話 D倍版組件起來也是可以開開心心的刷圖 價格大約在30D內 D倍版的需求我會放在試算表內 連結也會放在底下 有興趣的話記得去底下看看 影片的最後感謝主件過程中 直播間內參與討論的觀眾們 讓我們的危機部隊日益茁壯 有問必答的聊天室真的超讚 影片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有任何問題歡迎在底下留言 或是每天晚上12點到我的直播間讀我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我是李松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